麻烦您跟大家讲一下 您一直强调双联展真的很好看 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这次双联展的策展 基本上来讲 在历史这个主轴上 其实我觉得 他在面对上其实还蛮精准的 蛮精准的理由是 就是说第一是 他不是让我们再看一个单一的史 而是在以今天的 在多元思维的下面 我们怎么重新看过去 我们曾经历过的事情 而且某些事情 对我们来讲 好像已经成为死的一部分 那这个展览 我觉得有一个特殊现象 就是说其实很多艺术家 他们都在各自表述 他们在作品的一些想法 他可能对一个动画的 动画的整个在色魔的过程里面 他的一些看法 但是问题是 当策展把这个作品放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然会从死的角度来看 所以像那个动画的那个作品 像另外我可能里面有一件作品 像两个地图的这个作品 或者五千公尺高度的那个作品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 他其实那个时尾在讲 艺术家在谈作品的状态 他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了解的那个 好像是比较连续性的 比较是前后文是紧扣的 不是代表说这些作品的前后文不紧扣 而是这边这些作品的前后文 他其实因为他跳动的方式 其实给予我们另外一家另一家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男人很好 那其中有一个是讲那个台湾的大怪兽的那个 你对那个 我们要先聊到这样子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